由行政医農委会水保教 与百会业务合作的水保 同六会合作 今年是更大基盘 希望透过预教医院的方式 结合到科技有稀告 地食性的冲冠方式 让我们的小朋友 可以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 行政医農阳委员会水土保持教 为了让学生了解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在台南古板第四条 水保同乐趣的体验合作 市政医農需要外当现状标识 透过教育和快乐活动的方式 两个科技 由于以及地食性的冲冠方式 也是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水保局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新一代的我们的小学生 能够让他们有从小就有这种水土保持的概念 那长大了以后就不会去做倒彩沙石 或是说事实上他会都很重视水土保持 爱护我们的国土 那我很多观念 正确的观念从小开始会更好 尤其我们在台南是这种土石流前世区蛮多的 而且我们台南也比较低洼 所以说许多治水的经费都在台南 因此呢我们希望说光是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 需要让民众从小就建立起观念 那做好自己自身可以做的 那也谢谢水土保持局 市政委带这次台南土石流地区很多 台南地生也比较低 爱花很多地区的经费 最近这几天会不会都落大河 为了批评土石穿帅 与土险水土保持的重要 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 都来担任水土保持小煎兵 共同爱好台湾的土地 给家承扎生党库蔡宏伯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